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大家好 你是否有曾經讀過一些聖經你讀不懂 其實我告訴你 現在最少有七種 七種中文版本的聖經 請去找你讀得懂的聖經版本 像我們今天要讀的經文 就是我讀的新普及一本 我才讀懂才真正了解它在講的是什麼 所以讓我們直接來看聖經經文 請看 加太書四章21到22節 新普及一本 我說真的 如果去看合格本 這邊真的有點饒口 那個文法你可能不一定讀得懂 可是你看新普及一本 你會發現很清楚 放心 我沒有跟新普及一本的翻譯的 那個聖經跟會有任何關係 我真的只是覺得這個版本 真的還滿有幫助的 好 我們起來念 你們這些甘願在律法之下生活的人 請告訴我 你們知道律法到底在說什麼嗎 聖經上說亞伯拉罕有兩個兒子 一個是做奴仆的妻子生的 一個是生來自由的妻子生的 你看他講的多麼的直白 你知道律法到底在說什麼嗎 各位弟兄姊妹 有些人覺得沒關係啊 我知道神有恩典 可是我願意有律法 因為教育有很多律法 所以我願意有恩典跟律法 我告訴你 如果恩典跟律法混雜在一起 應許就不會成就 這是羅馬書八章提到的 但是我們今天不講這個經文 如果你想要看 你可以搜尋我們其他的視頻 你會看到 OK 你知道嗎 你真的知道 你願意在律法這下生活 你知道律法到底在說什麼嗎 然後保羅開始來告訴你 亞伯拉罕有兩個老婆 其實他有很多個老婆 亞伯拉罕有兩個兒子 一個是做奴仆的妻子生的 一個是生來自由的妻子生的 好 我們看在下面的經文 做奴仆的妻子所生的兒子 是因著人設法 要使上帝應許實現而出生 但生來就自由的妻子所生的兒子 卻是因著上帝自己 實現他的應許而出生 好 你看 這邊很清楚的告訴你 有兩個兒子的差別是什麼 第一個兒子是做奴仆的妻子所生的 你看那個夏甲 夏甲生的兒子叫什麼 叫以斯瑪利 人設法要使上帝的應許實現 你記得嗎 在《創世紀》裡面 因為亞伯拉罕被神應許說 你的後裔要承受地土要多國 然後要成為極大的祝福 眾人要因你的後裔得福 所以他們想辦法 想要實現上帝的應許 所以他們 所以莎拉就把自己的使女 把自己的卑女給他的先生 讓他們刑防之後 就生出一個以斯瑪利 直到後來 後來上帝真正應許實現 生出了以薩 你知道嗎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真實的歷史 以斯瑪利加上以薩的後代 就是現在的阿拉伯人 你知道打了幾千年的戰爭 弟兄姐妹 能力越大 責任越大 這是蜘蛛人的叔叔說的 亞伯拉罕就是這樣 你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你是跟誰立約的人 結果你去亂生小孩 結果打了幾千年的仗 都是因為這件事 當初如果沒有應來 你應要設法使上帝應許成就 你就等候與神同行 等候做你該做的事 讓上帝自己實現他的應許 就沒事了 你知道嗎 現在阿拉伯人有很多的領土 那些是神應許給 亞伯拉罕的後裔 那個重要的以薩德 所以嘛 很多時候你安息就好了 但是我們繼續看這個經文 我們不要 人不要在設法使上帝應許實現 請讓上帝自己來實現他的應許 但是當然你跟他同工啦 他要你幹嘛你幹嘛 他沒有要幹嘛 你做你平常該做的事情 該吃飯吃飯 該睡覺睡覺 該上班上班 該讀書讀書 該祷告祷告 好 這兩個女人象徵上帝的兩個約 第一個女人下甲代表 西乃山民眾在那裡得到了奴役他們的律法 所以你看 這次保羅很清楚講 這些詹拉太書在行為裡面告訴你 舊約的律法 OK 好我們再看下一個經文 詹拉太書四章25到26節 現今伊路撒冷正像阿拉伯的西乃山一樣 她和她的兒女都活在律法的奴役之下 OK你知道嗎 現在伊路撒冷 也是一樣在律法之下 然而另一個女人 撒拉卻代表著天上的耶路撒冷 她是自由的婦人 是我們的母親 你知道嗎 這就是為什麼 有一些攻擊 我們說你們這些講恩典的人 你們根本有問題 因為你們說天父是父親 而恩典是母親 不是 我才沒有這樣說 是經文這樣說 經文怎麼說 他說 撒拉代表天上的耶路撒冷 是自由的婦人 是我們的母親 當然這是一個預表的神學 就很像我們說 約瑟預表了耶穌 我們說耶穌是幕後的亞當 難道耶穌真的叫亞當 亞當是耶穌嗎 當然不是 這是預表 所以這邊也告訴你 撒拉是我們的母親 意思是預表 就很像是信心之父是 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是我們的信心之父 難道我爸叫亞伯拉罕嗎 沒有啊 對不對 你懂嗎 所以這邊其實 我們在這邊說 恩典是我們的母親 當然這個說法 就是這個經文 那是一個預表 我們不是認為 好像有一個男神叫天父 女神叫恩典 不是 恩典不是什麼女神 恩典是充充滿滿在耶穌基督裡面 耶穌裡面充滿滿有恩典 有真理 有恩典 有真理 在耶穌裡面 我們在傳揚的是 耶穌基督病態丁死 是假 OK 我們繼續看 另一個女人撒拉 代表天上耶穌三是自由 是我們的母親 我們再看下一個經文 親愛的弟兄姊妹 你們和以撒一樣 都是按照應許生的孩子 那些要你們遵從律法的人 正在迫害你們 有沒有看到這個經文說什麼 那些要你們遵從律法的人 正在迫害你們 就像靠人的努力出生的兒子 以實瑪麗 迫害靠聖靈能力出生的兒子 以撒一樣 我們這些在新約裡面出生 因性成義的人就是以撒 而那些遵從律法人 他們一直不斷要你加入律法 努力律法 遵從律法 是因為他是以實瑪麗 他是以實瑪麗 所以我告訴你 有些人可能會迫害你 他會說你要讀經 你要禱告 你要奉獻 不然神不愛你 不是 你是因性成義的 他也不是故意的 他就是這樣 很多人是這樣子長大的 他是這樣被要求長大 所以他會想要這樣子迫害你 他不是故意的 但我必須說有些人他是故意的 沒關係 無論他是故意或不是故意 反正我們就會饒恕他 我們繼續走我們該走的路 以撒最後就跟以實瑪麗分家 但是他們也不用打仗 也不用什麼 懂嗎 也許有人要你 好好遵行律法 饒恕他 放下他讓他過去 我們看下一個經文 聖經對這件事怎麼說呢 你看這不是我說的喔 聖經說的喔 聖經對這件事怎麼說呢 把那個奴婢和道律子趕走吧 把那些要你律法 要你遵從律法的那個想法趕走 我沒有叫你把那個人趕走 搞不好是你爸爸是你媽媽 不要把你爸爸媽媽趕走 不要把你的兄弟姐妹趕走 這邊只是告訴你 把那個律法 要求你律法 遵律法的想法趕走吧 你不用靠那些行為就可以撐意 你是因性撐意的 因為女僕的兒子 不能和自由婦人的兒子分享產業 你的產業在恩典裡 應許不會廢棄 如果你遵從律法 應許會廢棄 如果你不遵從律法 如果你讓聖靈來帶領你 讓聖靈來引導你 你要得著承受世界 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不是女僕的兒子 我們是自由婦人的兒女 所以這邊怎麼說 把那個奴婢和他兒子趕走吧 把那個想要你遵從律法的控告 以及那一切的 敵對那一切的控制趕走吧 讓我為你禱告 親愛的耶穌 釋放我們這裡每位弟兄姐妹 不是在任何律法裡面 不是在被律法的控制裡面 被一堆要求 想要撐意來蒙福 我們就是自主婦人的兒子 我們就是自由婦人的兒子 我們是耶穌基督在新約裡面 靠著他在十字架上面 天父所生的孩子 謝謝耶穌 謝謝天父 謝謝聖靈 我們要把這美好的 白白 陰性誠意的恩典 分享給世上每一個人 奉由神明祷告 阿們 icherhip 為什麼 繼續